好,请你把这个电位机拿出来 那它因为它这个可以转动 所以你可以发现它应该不是一个像开关 我们刚刚的开关只能按下去跟没有按 两种对不对 那可是这个可以旋转 它可以旋转表示它有各种状态 那所以我们在接线的时候 接线的时候刚刚这个地方都是数位输入 数位输入跟数位输出 它就是只有两种状态的 你才接这边 可是这个有很多种状态的 我们把它叫做类比输入 要接在这个地方 随便一排哦 有看到吗 A0到A5 也是随便找一排接上去 那接的方法也是一样 G要对着G 接地对接地 G对着G 你找一排把它插上去 可是A3是什么 老师会有红灯 哎呀,红灯表示有供电啊 不是,刚刚我给你给它输出了 对 好,那你插几号 你等一下记得要用几号 好,那我回到程式了哦 好,A5 好,来看一下 看一下程式哦 好,我们刚刚用的是类比的积木 类比的那个模组 所以你的积木要用这一个 你的启用积木用第二个 好,类比的角位 好,这里有一个A的有看到吗 有一个A的 类比角位,有一个A的哦 好,那你刚刚插在几号你就选几号 好,然后它也是输入 也是输入 然后呢 这个因为启用只要顾用一次 所以我一样把它放在一开始的点预期的地方 让它一开始就启用 好,那我要读取它的数字呢 读取类比角位的是这一个 好,刚刚是读取数位 对,现在要读取类比 那一样是选0 好,一样是选0 所以它可以显示出待会我们转的数字 好,那 我们刚刚小猫只能缩,对不对 缩只能一个 如果你现在再来一个缩 它就只会选一个来缩 好,如果你要缩两个怎么办 另外一个 如果你要缩两个 各位这里哦 运算这里有一个叫做合并 有没有 合并 所以你可以呢 来拿两个合并把它并在一起 然后左边 合并和合并 对对对,就把它合并 然后左边第一个我们就讲刚刚那个 那个按钮的值 那右边这一个我就让它是刚刚那个的值 然后中间我们用一个符号把它隔开 好不好 随便你用什么符号把它隔开 用斜线好了 好,然后我就让小猫一次说这两个数字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除号分开 这就是喇叭的那种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我按率期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这个0是刚刚按钮的状态 对不对 然后右边会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会随着你去转动 好,它会随着我们去转那个 好,我如果来转这个按钮的时候 转这个旋钮的时候 我往右边转最大会到1023 我往左边转它会数字越来越小 到最左边会是0 有看到吗 有 有 有 所以你可以发现它可以从0转到1023 请你先观察这个部分 来,麻烦你